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不可能三者 低风险 高收益 高流动性 任何投资行为都只能取这三者中的两者 我们平时听的那些对中基金大老 往选择都是高收益和高流动性 他们的高交易评次 依蔽着他们的报告 不可能像传统的公司那样出 季报 年报 他们直接出日报 由于选择了三倍的回报 因此他们的行为舍弃了低风险 而对于我外婆这种 他的选择是低风险高流动性 因为他对风险是极端业务的 所以他的钱基本上就放在银行 以定期和活机储蓄为主 所以他舍弃了高收益 那现在剩下最后一种方案 高收益低风险 听起来二者似乎很难同时达到 但是我今天就向大家介绍一种 如何通过放弃流动性 从而实现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策略 这个策略也是巴菲特 最推荐普通人的理财方案 这期视频结尾 我依然会奉上我的本周美股示范帐 为情况更新 千万别忘了看到最后 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是某个指数 而这个基金是能在股票交易所交易的 那有的小伙伴可能就会问了 那这个ETF基金和我们平行版的共同基金有什么区别啊 在这里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要素 第一费用 第二流动性 第三透明度 费用一个字概括共同基金 那就是贵 我们在某宝随便打开一个基金 我们看到管理费 一般来说就是基金发行公司挣的钱 不管你是赔了赚了 这个管理费是必须要有的 就像你去餐馆点一份牛排 无论是个牛排是不是烤焦了 你都得为这片牛排付费 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公平 新闻上我们经常听说 张某和某又买了大house 那这些钱从哪来了 这些都是来源于我们这些小韭菜的管理费 第二扩管费 扩管费一般是指基金公司把钱放在银行 你常向基金公司收取的费用 这个费用一般是由基金公司赛收 再也就是我们发现基金 往往有各种各样的申购费用 简单说就是你买的时候要付费 除此之外还有赎费费用 就是你在赎费的时候依然要付费 而这个费用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反过来我们看ETF基金 因为ETF追踪的是某一个指数的标的 因此它不需要基金经理主动管理去调整仓位 它只需要根据设置好的程序 机械的没有任何情感的买入和卖出 基金经理每天做的就是减少追踪故差 基金经理不需要主动的去分析市场的行情 来决定买什么股票 卖出什么股票 所以ETF的管理费只有0.02到0.3之间 谈到交易费 不像是共同基金 又要申购费 又要输费费了 像我用的买卖每股的ETF 直接是零交易 流动性 我们来看到共同基金的赎费费用 特别是针对这些短期操作的 赎费费用简直特别的高 因为它就是鼓励客户长期把他的钱留在那里 底层逻辑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股价下跌 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去卖出 而这一刻如果我们都赎费 基金经理也会不得不被迫赎费清仓 直接把浮动亏损变成了直接亏损 非常影响业绩指标 因此他们设置了这种惩罚性的书费费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家里还是得藏个钱是吧 所以相比共同基金 ETF约等于零的交易费会显得极具优势 第三 透明度 因为共同基金是由基金经理在主观的操作 我们后多或少也看过各种各样的那些负面新闻 即便是有些负责任的基金公司会出日报 但总归共同基金是人为操作的 我们对于主动交易的行为 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顾虑 而ETF只追踪某个指数 它排出了一切人为民数 一切都是按照设置好的程序去操作 这样它买什么你心里也有数 好了 说了那么多ETF的优点 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两个最适合普通人在2023年购买的ETF 一个是追踪标普500指数的VO 另外一个是追踪纳斯达克指数的QQQM 我看国内有一些股票人一看股价跌了 就特别喜欢把查理芒格的那句话拿出来给大家做心理按摩 那句话的原话是我们这一代人里坚持投资的都很成功 听起来好像感觉是坚持就是胜利 但殊不知他偷换了一个概念 就是查理芒格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里坚持每股投资的都很成功 这里的投资标的一定要看清楚 为啥呢 我们把自2003年6月至今世界主要市场股指图拉出来 我们看到过去的20年里 恒生指数上涨了92.01% 上证指数上涨了103.3% 德国DAX指数上涨了182.81%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333.78% 而纳斯达克上涨了整整710.53%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标普500和纳斯达克的曲线 这线图整体走势非常的健康 因此投资每股大盘股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里就有查理芒格的另一句话到有余的地方去钓鱼 看到这有的小伙伴可能就会问了 那既然纳斯达克长得这么好 为啥你还要推荐我买标普500指数 这里就必须要简单说两句美国的宏观经济了 因为在过去的20年里 美国科技公司借助美国低利率的宏益迅速起飞 获得了十大十的利润 也撑起了现在的股价 追踪纳斯达克指数的QQQM持仓是按照市值价值的 也就是说市值越高 它买的这个股票越多 因此科技巨头在QQQM的持仓比例很高 微软 苹果 亚马逊 英伟达 Meta 特斯拉和谷歌 占了54.72%的仓位 而VOO的持仓更为分散 上述科技巨头的持仓只占了23.38% 而且没有特斯拉 所以就这么说 如果你偏爱科技股 那你就追纳斯达克 那科技股的波动本身比普通股票要大一点 这点我们投资人必须要搞清楚 所以我的建议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按照比例去配VOO和QQQM 接下来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两个ETF VOO是追踪标普500指数的基金 是由美国第二大ETF发行商先锋米方发行的 它的基金规模有3000亿 虽然不及同样追踪标普500指数的SPY的4000亿 但是它的新购费用很低 只有0.03% 是SPY的三分之一 千万别小看这0.06 时间拖得越长 复利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收益 如果你还不了解复利的作用 请看我上一期视频 再就是QQQM 这个ETF的发行公司是锦顺 它追踪的标的是纳斯达克100指数 有的小伙伴可能就会问了 非常不买QQQ 其实这两个ETF都是锦顺发行的 居中的投资标的也完全一样 但是QQQ发行的早 随着市场上同类型产品越来越多 锦顺就发行了费率更低的QQQM来提高竞争率 QQQ的管理费是0.2% 而QQQM的管理费是0.15% 除此之外 QQQM有一个劣势 就是基金的规模要小一些 换句话说就是贝德阿斯克差距大 所以QQQ更有可能按照你的挂牌价成交 而QQQM可能会差个一两分钱 当然 以我们散户每次购买的资金量来说 又不是一次几十万上百万美元 这点差距说实话影响也不大 所以我自己都是每次直接买QQQM的 除了这么多ETF的优势 那么我们也来谈谈ETF的劣势 第一 ETF是仍然有涨跌的 就像是买股票 但由于它是很多股票的集合 因此涨跌幅比个股小 第二 回到我们最早引述的那个不可能三角 我们选择低风险高收益的同时 必然放弃的就是流动性 放弃流动性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短期买卖 而是短期买卖将使我们无法获得高收益 请注意这里的放弃流动性意味着不止一两个月不卖出股票 也甚至不是一两年 理想的方案是每月按照计划定投迟买不卖 坚持至少五年起步 因为即便我们知道纳斯达克长期的涨势不错 但是如果我们拉出近两年的提现图 我们发现纳指的大盘甚至处在亏准的状态 因此最适合我们散户买ETF的方法是订投 而不是短线操作 我们散户能做的就是用时间去换收益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如你每个月订投1000美金 年化收益率10% 30年后你将拥有2063400美金 而当你每月订投2000美金 同样是10的年化收益率 15年后你将拥有795489美金 这两个方案的投入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一个时间更长 复理会随着时间的增加 充分放大你的资产 这就是时间换利润的核心 定投 当然不简简单单的是每个月投入多少钱 还可以有一些个性化的设置 因为视频是它的关系 因此我将在下期视频 向大家介绍两个最适合散户的定投策略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 请记得点击关注 以便在下一期节目更新时候 你能第一时间看到 好了给今天的视频做一个总结 如果你对账户的波动极端敏感 像我外婆一样 完成活期和定期 如果你想有比银行稍高一点的收益 请配置一点余额网类型到货币基金 如果你还想有再高一点的利润 那你就可以尝试配置一些美股的ETF ETF相较于传统基金有以下几个优点 第一倍率低 第二交易灵活 第三透明度高 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没有时间考察行业 做股基金经理的散户 买入美股ETF就是多多美国 如果你看好美国经济 但是喜欢低一点的风险 那我建议你多买一点VOO 除此之外 如果你对美国的科技股很有信心 那我建议你多买一点QQQM 大家好 又来到每周公布持仓的时候了 6月第二周 我们先看年回报率吧 年回报率现在是133.54% 然后月回报率是22.84% 然后本周的回报率是10.44% 然后这周股票持仓没有任何变动 因为这周我觉得它一直在涨 涨得还挺快的 所以我一直没有进行任何操作 这周上涨主要是特斯拉 和一个那些吧 英里达基本上没什么变动 然后因为也没什么操作 所以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我对英里达这支股票上涨的 逻辑的分析吧 首先我认为英里达股票 现在确实价格有点高了 就是短期来看价格有点高了 我们把英里达这个公司 其实可以和淘金热时期的 李维斯公司放在一起 就是这样考虑的 首先在淘金热时期 并不是每个豪金者都能赚到钱 对不对 所以在人工智能这个时代 不是每个参与人工智能的公司 都能赚到钱 这个逻辑没有错吧 每一个去淘金的工人 都要买牛仔裤 或者工装裤 通过的道理 你每一个人工智能的公司 都要买英里达的芯片 这个逻辑也没有问题吧 而且英里达是现在唯一有竞争力的芯片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吃趟英里达股价如此尖品的原因 无论这个人工智能的公司将来赚不赚到钱 你都得买英里达的芯片 而且英里达的芯片这个毛利率非常的高 他独此一家 换句话说就是在淘金热期间 所有的人都去淘金 你只能买这一家牛仔裤 换了这一家 你只能穿工装裤 甚至你那工装裤都没有 你就只能穿短裤 所以英里达就是唯一的一家卖牛仔裤的公司 也是唯一有技术能生产牛仔裤的公司 这我认为就是英里达生产的底层毛季 好了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还有哪些不错的ETF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大家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视频还是错 欢迎点赞关注 以便下期节目更新时候 第一时间能收到通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